歡迎女子鬼鬼祟祟走進麵包店裡 左顧右盼 沒多久鎖定眼前的麵包 看準店員沒注意 一轉身立刻把麵包打開 拔了一塊細細品嘗再默默放回去 沒想到食髓之味又挑了另一塊 甚至直接拿起來一口接著一口吃 把麵包店當成免費的buffet 更誇張的是還把麵包放回去 讓其他民眾可能買到吃過的麵包 店家把影片PO上網 網友都直呼 真的太噁心 林朗買目的麵包看了就讓人食指大動 但卻有人偷吃還放回架上賣 事情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區 這間連鎖麵包店 從去年12月開店到現在 老闆透露這名女子來過幾次 但都沒有消費逛一逛就離開 過去也有客人投訴說 她疑似偷吃麵包 沒想到五號又再度犯案 店家當下立刻報警處理 而這名女子過去就有切到千顆 曾在新北市其他店家透過餅乾鬆餅 但這回她害偷吃 甚至把麵包放回架上 不只讓其他客人可能吃到她的口水 影響到店家的商品衛生 恐怕也會損害到店家商譽 華視新聞由南空至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